这是两人分手后的第一次相遇 然而正当男人以为可以就情复燃的时候 初恋却表示自己已经结了婚 并且丈夫还是男人最要好的朋友 直到看见对方的出现 男人炽热的心瞬间跌到了谷底 要知道以前劝自己分手的 正是眼前的这个朋友 虽然此刻心里有万般不爽 但男人也只能勉强挤出笑容迎接两人 原来男人的工作是房产中介 而初恋此行的目的 也是想要拜托男人给他们找一间新房 然而男人给他们看了好几套 可朋友却挑三减四的不太买 没办法 看在初恋的份上 男人也只能去翻阅资料 看看有没有更适合的房源 然而要找到离地铁镜 价格又便宜的 简直是难如登天 然而好巧不巧 这时初恋又接到了单位领导的电话 表示有急事需要回去一下 于是只能拜托男人陪自己的丈夫去看一下房 如今只剩下了曾经最要好的朋友 两人的氛围也变得尴尬了起来 然而比尴尬更尴尬的是 明明男人已经带朋友去看了手里最好的房源 可朋友不是嫌贵就是嫌装修差 甚至还说浴室小了可不行 毕竟自己还要和老婆喜愿养育 这赤裸裸的挑衅直接把男人气得够强 就这样 两人从上午看到了下午 可朋友却依旧没有一个满意的 眼见朋友还想去接着看下一个 男人终于忍无可忍了 他表示装修好的房子自然要贵 而那些便宜的自然就差 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定义 然而话虽如此 可朋友却不耐烦地还想要看下一个 然而让男人打死也想不到的是 就在他刚回到车上 朋友却开口询问他们公司有没有凶宅 因为这样的房子既可以满足装修好 又可以满足价格低的条件 男人被这一句话给惊呆了 男人明白自己如今已经是局外人 因此便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然而为了不让初恋失望 男人回去以后居然真的看起了凶宅的资料 谁知刚看到一半 领导却突然走了进来 尽管男人自己也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 但毕竟是出过世的房子 介绍给自己的初恋真的好吗 虽然经过了一番心理斗争 可到了第二天晚上 男人还是将初恋和朋友给带到了凶宅 而这里的房子果然够大 并且价格还低 然而男人的良心还是有些过意不去 他想要开口告诉初恋真相 可下一秒就被朋友给打断了 没办法 为了不让朋友难看 他也只能选择了闭子 然而自从初恋和朋友住进了那间房子以后 男人多少还是会有些担心 于是每到了下班时间 他都会打电话询问初恋最近情况怎么样 直到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男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就这样 时间过去了整整两个半月 正当男人逐渐安心的时候 初恋却突然找上了门来 并且这次很明显能从对方的脸上看出慌张 而经过了解后男人才知道 原来初恋表示自从住进那间屋子以后 丈夫每晚都会在半夜醒来 并且总会对着衣柜自言自语 完全就像是着了魔一样 虽然女人自己也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 可毕竟事实就摆在眼前 再加上买房也流传着有兄宅这一说 因此初恋便也开始怀疑那间屋子是不是有问题 然而男人深知开始没有告诉事情 现在在说肯定会遭到初恋的指责 因此便表示那间屋子没有问题 直到得到了男人肯定的回答后 女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男人不知道继续隐瞒会不会酿成更严重的后路 可当下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波 然而让男人打死也想不到的是 就在当天晚上他翻看兄宅资料的时候 他居然发现那间屋子租赁的合同上 居然写着租客因上吊自杀才解除了合同 并且上吊的位置正是屋里的衣柜 更糟糕的是 这样的合同不仅只有一份 那也就意味着 这间屋子已经死过了好几个人 谁知就在这时 直到这时男人才明白 原来这间屋子不是一间普通的凶宅 他明白在这样下去自己的初恋迟早会出事 于是来不及多想 紧接着就拿上衣服朝胸宅跑过去 果然等来到了楼下 他就发现这里的空气居然异常的寒冷 他想要赶紧打电话给自己的初恋 不料等接通后他才得知 初恋因为跟朋友吵架 已经在前几天就回了娘家 男人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然而等得知自己的朋友还在屋里时 他刚放下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他立马又给朋友打过去 因为他可不想让自己的初恋手勃垮 然而奇怪的是 明明对方的铃声都从屋里传到了外面 可电话那头却依旧没有人接 男人意识到朋友可能已经出事了 于是便立马朝屋子跑了过去 然而无论他怎么按门里 对方却始终没有应答 好在朋友所住的房间是在一楼 因此男人一个漂亮的跨栏就来到了对方的阳台 果然等他透过玻璃看去 他就发现了朋友露出的脚 于是来不及多想 他立马拿起地上的砖头 紧接着就砸碎了阳台的波 然而等他进去以后才发现 朋友居然正被一根红色的领带给死死缠在了脖子上 他明白这就是上司口中所说的每一任租客的死法 于是立马就上前解开了那根红色的领带 他只希望这一切都还来得及 可让他打死也没想到的是 就在男人准备掏手机叫救护车的时候 衣柜的后面却传来了一阵动静 谁知等他往后面一看 里面却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可下一秒 他居然鬼使神差地迷失了神志 随后竟开始慢慢脱下自己的领带 然后朝衣柜的方向走了过去 可下一秒 面前居然出现了之前死去的租客 但好在上天眷顾 男人还是捡回了一条小命 原来在自己闯进朋友家的时候 其他住户真的听了自己的话叫来了警察和救护车 再加上自己救人及时 朋友也没有生命安全 而从那以后 男人也从那里辞了职 不久之后丑闻就爆了出来 那间公司也随之倒闭了 可那间死过人的房子 却依旧没有被销毁 而是被委托给了别的房产公司 至今都还在出租 并且对方还对外宣称那并不是凶宅 而是一间普通的住宅